政治焦点方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日前接受美国媒体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的专访 对于两岸关系 柯文哲说 与其谈一国两制 不如谈两国一制 因为合作比统一重要 没有合作的统一 是没有意义的 而维持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 对中国历史有益 另外呢 他也再次强调 明年他不会出来选总统 他觉得合作比一切重要 所以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这还是基本基调 柯文哲上任后 多次向对岸喊话 要合作 但现在却抛出新的主张 柯文哲接受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访 被问到两岸问题 对于大陆一国两制主张 柯文哲说 用两国一制取代 也就是说 同时保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还有利于大陆历史 还说共产党不是别人 而是客户 无论喜不喜欢 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柯文哲这样一个讲法 我就只担心 中国大陆如果可以接受是最好 如果不能接受 那中国大陆只是 如果你柯文哲提这个 只是吃个豆腐而已吗 专访中还提到 亚洲历史的殖民问题 柯文哲肯定被殖民的经验 更点名四个说中文的地区 台湾 新加坡 香港 大陆 被殖民越久 就有更多进步 柯文哲的讲法 我觉得是很肤浅的 而且你刚到越南去过一次 你就从一个冯绿灯这个行人 会不会在车辆 会不会在冯绿灯前面停下来 就用这么一点切入 单点切入 就说越南比大陆进步 这个我是很怀疑的 那个就是柯辟一贯的风格 他把它讲得太简略了 这个会被人家直接诠释为 殖民是好的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 不是说殖民这一段好 而是殖民国的文明的程度 要比同一段时间的中华文化来的进步 柯文哲表明 不会参选2016总统大选会保持中立 希望台北市成为蓝绿两党的非军事区 但才上任一个月 真的毫无估计吗 虽然他代表的 恐怕是台湾大部分人民的意思 但是对岸不容许他这个讲法 但是因为他已经讲了 他2016不会选总统 所以他怎么讲都没有关系 柯文哲快人快语 对两岸对历史又有心结 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 没有人敢做自己 但柯文哲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 又引发争议 雨点TV王室凯申永沛 台北报道